这千年古迹长城到底能不能挡住岛国喝废水 就在刚刚随着世家心魔之劫的告一段落 人类与神明的第七次大战终于拉开了序幕 而这次代表神明出战的就是这个须左之男 此人大有来历 因其性格狂暴无比 被视为乱暴破坏神 而且不仅如此 他还掌管着一方海域 有着岛国海神之称 绝对称得上是神之骄子 而此刻他霸气外露 站在女武神的竞技场上一声大吼 在场的人类谁敢与我一战 此一声震耳于龙 场上的观众心破胆寒 而女武神也是大惊失色 没想到这神明阵营竟派此人出战 一时间竟乱了分寸 可就在这时一声龙吟响彻整个天空 众人抬头望去 这金色的巨龙直接落入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众人定睛一看 这不是别人 正是始皇帝嬴政 只见两条金龙在他身上来回悬绕 而随着他的出现 这霸道与王道之战 一触即发 面对眼前的嬴政 徐佐之男根本完全不屑 这华下千古一地 又如何 区区人类 欺敢与神明逼间 简直找死 只见他慢慢拔出自己的佩剑 而此剑一出 红光乍现 这正是神器使全剑 突然徐佐之男一个顺身 直接闪到嬴政的身后 由于事发突然 嬴政根本多闪不及 而这一剑也直接砍向他的脑袋 可就在这时 嬴政的身上金光大现 他竟然完全弹开了 这致命的一剑 原来嬴政身上 悬绕的两条金龙 正是他的真龙护蹄 而始皇帝也不废话 直接拔出自己的佩剑 陆卢剑 当年荆轲刺杀失败 嬴政他就是用这把剑 斩断了荆轲的大腿 就在这瞬息之间 两人竟交手了数个回合 嬴政的真龙护蹄 也产生了丝丝裂痕 由于此一战太过精彩 场上的观众 也不舍得眨一下眼 而场上 无功而返的须左之男 却一声冷笑 这真龙护蹄 不过如此 只见他右手一指 这竞技场上竟突然出现 大量的海水 冲向嬴政 而这千古一地 无比的淡定 古迹长城 再次出现 将这海水完全抵挡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这一招 有惊无险的时候 嬴政却惊讶的发现 这海水 竟然腐蚀掉了 城墙的一层城皮 原来这根本就不是 普通的海水 这竟然是河废水 众人大惊失色 这水中蕴含古怪的能量 令人无法知识 但他也是 虚左之男的骄傲之作 自他成神以来 他早已寄予 十三主神之位 为此 这千百年间 他不断地往海里排放 河废水 只为不断地削弱 波赛东的实力 而最终 他也阴谋得逞 波赛东 被左左墓 直接切成了一盘手撕 可见 这虚左之男 不但实力强悍 这心计也是很辣无比 而就在嬴政 错愕之际 虚左之男 竟从虚空中 直接召唤出玉藻仙 和刺目童子 两大妖王 此时 嬴政被团团围住 寸步难行 这史无前例的压力 如实质一般 扑面而来 而在下一期的视频中 刀割八大妖王 齐聚在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这岳王八剑 突然出现 八名剑领 跪拜于史皇神策 前来护竹 此刻 在这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突然想起 史皇帝的一声大喝 给我杀无赦